三十六计 第三计 借刀杀人 战利 春秋末期 齐国国军齐简公派国书为大将 大举兴兵攻打鲁国 鲁国的实力比不上齐国 形势十分危急 孔子的弟子子贡认真分析了形势 认为只有吴国可以与齐国对抗 可以借吴国的兵力去打败齐国的军队 于是 子贡便去说服齐国的相国田长 田长当时正在蓄意谋夺王位 正急着想除掉敌对势力 子贡劝他说 不要让敌对势力在攻打弱小的鲁国中占据优势 您想 如果吴国保护鲁国联合起来攻打齐国 齐国就会两面受敌 您应该攻打吴国 借助强大的国家力量铲除敌对势力 田长被他说得动了心 但是 因为齐国已经做好了攻打鲁国的准备工作 转而攻打吴国的话 怕是没有很好的借口 子贡说 这件事好办 我马上就去劝说吴国解救鲁国 攻打齐国 这不就是有了攻打吴国的理由了吗 田长听了非常高兴 就同意了 子贡又赶到了吴国 对吴王夫差说 如果齐国攻下了鲁国 势力增强 肯定下一步攻打了吴国 大王不如先下手为强 联合鲁国一起攻打齐国 吴国不就可以与强大的晋国抗衡 成就罢业了吗 吴王夫差听了 也点头称事 子贡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赵国 说服赵国派兵联合吴国一起攻打齐国 解决了吴国的后顾之忧 子贡游说了三国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他又想到吴国打败齐国之后 肯定会去要挟鲁国 鲁国还不能真正得以解威 于是 他又偷偷地跑到晋国 向晋国国军禁定功陈述厉害关系 劝其做好充分准备 以防止吴国侵犯 公元前484年 吴王夫差亲自率领精兵十万 以及三千阅兵攻打齐国 鲁国立即派兵驻战 齐国军队中了吴国军队的诱敌之计大败 齐国主帅国书以及几员大将都死在战场上 齐国只得请求和解 吴国大获全胜后 吴王夫差骄傲不已 立即由率领军队转向攻打晋国 由于晋国受子宫劝说 早已做好准备 从而 一举打退了吴国军队 这样 鲁国得以保全 从危难中解脱出来 解析 借刀杀人是根据周易六十四卦中 笋卦推演而得 约 笋下意上其通上行 这一卦认为 笋和意不能截然划分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充满辩证思想 此计用在军事上 是指为保存自己的实力 巧妙地运用第三方来为自己排除障碍的计策 此计是在认清敌方的动向之后 千方百计诱发第三方与敌方的矛盾 促使第三方去攻打敌方 使自己免受损失 上面的战例中 鲁国在齐国攻打自己时 子贡充分利用齐 吴 月 晋四国的矛盾 巧妙周旋于其中 借吴国之刀击败齐国 借晋国之刀灭了吴国的威风 使鲁国从危难中得以解脱出来